第2部份,教授加入了 我相信是在展覽中其中一個最精彩的部份 首先聲明,這個是LEGO 這是一個玩具職目,大家不要當作官方語言 家裡的小朋友不要亂學 如果你要安心出巡,就要小心跳到其他地方 如果不小心帶你去其他地方,你就馬上離開 那就沒事了,不宜久留 相應我們這個畫展敬秋九龍,參考過其他畫展 或者其他真造才的畫展 當中有一個可圈可點好玩的位置 就是有一篇文章,我們找到真造才藝術的書中 有一個叫《香港風癲史》 風癲這兩個字可以穿插在真造才藝術生命或他的生命 我們香港人認識他是傻佬,周佳畫 就算賣得多貴都好,都是一個傻佬,周佳畫 不過今時今日可能不知道怎樣藝術 擺進了藝術空間而已 但我就研究這個傻佬,究竟是他傻佬 還是香港傻佬 還是我們現在傻佬,所以看不到世界 我就用了這些元素來做這個畫展 中間又開了很多玩笑 例如近年流行《Art Toy》 香港新興了一種進入到拍賣場的藝術 就是有一班本土的藝術家 除了繪畫二元藝術,還做到三元藝術 成為一個很新興、很熱門的潮流 我們當然覺得某程度上是好事 我們又試做自己的玩具,看看有多好笑 結果我們就搞了一批 自己做,可以融入玩具世界的東西 因為今時今日的香港 要搞藝術,想說的東西是極度難的 我們看到別人都是借玩具說話 我又說回背景,我如何看待這件作品 剛才有人提到《封天使》 另一篇文章也有提到 究竟如何看待真造財 其中一個強調的就是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這件事 其實就算去到N+,也有強調身份認同這件事 但如果想緊構回現在社會正在發生的事 一來我們會覺得,不會每次都拿真造財的字 對呀,不是拿一些字,真造財的部線 對呀,精神背後是甚麼呢 我覺得是街上的事 在街上出街 過去兩年多,大家會想到這件事 是和你的身份 或者你香港人這件事出街是甚麼事 大家現在去哪裏都要有這件事 人們都瘋了 對呀,有一點是回應當年人在爭奏所 發現身份證是一個證討 其他所有東西都畫了,除了他的身份證 他全屋甚麼都畫了,包括他的護照 對呀,所以由身份延伸到我們會做一個玉璽 當年人問皇帝為何會有身份證 皇帝不用有身份證 你不認得他,你拿光頭 皇帝的身份證,古時的就是他的玉璽 所以其中一件藝術作品就是 全國的玉璽 對呀,就是玉璽 玉璽出街,比如我們喜歡中藝術的人 熟識的就是以前乾隆 乾隆就是到處丟掉的東西,是花曬的 在別人的作品上 現在這個年代的時候 要不就是你做過的童鴨復古 如果不是的話,出街讓人知道你去哪裏的時候 就是在這裏做紀錄 所以連皇帝的心想 如果是這一刻,如果九龍王帝未死的時候 他去很多地方都可能要塞一個QR Code 那要到外出畫事物 Or 賺到一堆就知道他 那是否在街邊就不去毒 還是可能在過多些路經過商場也必須要 做完作品北邊諷刺いる現狀 而 advocate 公仔本身的那魚色是相機的 equation 可否解釋一下 譬如他的胸口真造才的樣子就是我們的作品 我找到真造才身份證上的照片 最代表到他一生的 他不是什麼國王 而不是什麼事 就是這個人 真是叫真才 我們也有一個想法 Everybody is 九龍皇帝 反而是沒有樣子的 穿著衣服而已 然後他有他的獨特符號 有他的拐掌 甚至乎 百佳衛康袋 首抽 這些是香港人特別的符號 還有他的皇冠 這個皇冠 其實是我所說的 在Graffitti世界裡的皇冠 表示他是Battle裡面的皇者 亦是一個特別的符號 我們就做了一個在LEGO世界裡不存在 但你可以放入那個世界的玩具 但LEGO沒有出過這個 沒有的 我們自己用各種方法 因為LEGO好像沒有 可能在醫療系列有拐掌 但沒有一個完全真造才的東西 甚至乎最有趣的就是 這個星期我們知道英女王登基70年 我看新聞看到LEGO 官方砌了一個繩 模仿英女王的繩典 但他裡面的英女王也是沒有樣子的 都是黑白白的幾個顏色的Pixel 我們覺得我們這次做這件雖然很小的東西 但其實我們都是當雕塑這樣做的 亦都反映了香港很多時 就真就是就真 這個在前面看到的東西 後面有些什麼 這次畫展為何要這樣放呢 我這次開始在說另一個 就是每幅畫背後 或者每個作品背後總有其故事 我畫出長一點 就把其實我本人的圖握 就在作品背後出 表面的就借玩具說 這一幅就叫做《瘋善香港》 那麼大家把文字上 什麼叫做《瘋善香港》 就加回這個曲 再加上你如果做了這個曲 你就會 接到另外一個邏輯 就不是真造才年代的《瘋善香港》 是一直都有個《瘋善香港》 麥教授 你對這類的藝術 你覺得它的市場價值在哪裏 市場價值 我會很看究竟 這一刻如果有市場價值的話 當然香港人會比較容易 去了解為什麼它的價值在哪裏 但其實我們想做到這件事 是國際化一些 因為其實香港現在很欠缺的話 就是人家教了我很多美國的 《瘋善香港》的歷史 包括他說的這個皇冠 但其實如果看回香港《瘋善香港》的歷史 可能是九成年 大家知道的就是曾造才 有些東西其實都很相似 譬如他是皇帝的身份 皇帝的身份剛好在《瘋善香港》 或者《Hip-Hop》界裏面 其實他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象徵 最初有爭議的美國的圖鴉界 究竟是紐約還是廢城 其中廢城的皇帝 也是畫這些皇冠 其實他的精神狀態不是像曾造才那樣 但他的經歷 他小時候也是很多黑幫 他寫字都是當年黑幫的圖鴉 都是Claim Territory的東西 曾造才做的也是這件事 也是涉及到一個領土問題 Turf 我看回Conrad的故事 一來就是領土 他做到為何他不只是自己的居民 他真的不是一個害怕的人 他不是一個幫會的人 但他認識很多幫會的人 大家都給他面子做朋友 所以他在不同的環頭都可以寫他的名字 所以這是另一件事 這是第一個就是和領土有關 第二件事 其中一個大規模的Campaign Conrad做的就是他那時候十幾歲 就是喜歡了一個女生 周圍寫Conrad loves Cynthia 又是事外 其實曾造才 你看他的字裡面 也會不停提起他的家人 他的太太的名字 所以我覺得兩個地方的圖鴉的歷史很有趣 是的 價值就是希望 之前我們有前輩 劉健威好 侯漢瑜好 將曾造才帶給全世界認識 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在他們之上 再做一點點事 就是比較香港的圖鴉的歷史 和西方的圖鴉的歷史對照的時候 我覺得香港的圖鴉歷史是1000個西方圖鴉 是 如果你更討厭才 因為它是50年代 美國那個是60年代未開始 美國那個就是公共藝術 從言論自由講起 但是曾造才也有它的說法 就是在自己的角度裡面 暢所欲言 我覺得最有趣的比較就是 雖然他們開始有幾樣東西幾次 例如一些都變成皇帝 又有時候會寫一些東西 私人抒發感情 但是美國整個社會對圖鴉的回應 和香港其他是完全不同的 這件事是跟自己的反映到香港人 究竟如何看待這件事 為何香港不會像美國一樣 會一呼百應很多人一起去做這件事 這件事是頗值得犯思的 到現在大家去看這些社會符號 在街上的符號是用完全不同的角度 我相信這次做了這個展覽之後 大家會重新詮釋以前我們所有街上的符號 因為這些符號是兼少賣少 越來越沒有 在這一層裏面除了這幾款展覽之外 還有一個我們現在拍不到的 原來很簡單 麻煩這個技常人園移一移 鏡頭在那邊 MC 人你將會在這裏做些甚麼 我會在開幕前一天做一個Live Painting 就是現場將這個表面變成一幅我的作品 都很大型 現在都有20呎 我們到時會看看會用甚麼方法紀錄 還有如果即場畫在一個環境的時候 究竟又會不會跟藝術買賣 或是藝術展示又產生一些問題 那怎樣賣 有人喜歡 那究竟是買紀錄 買紀錄的過程還是買結果呢 這些我們明天就看看 開幕的時候有甚麼火花 好的 我們開幕一會 這個攝影師 麻煩你跟我們上樓梯上去上面一層 非常好 大家 我會去看 那些細節 有個幻子 有個幻子 我會去看 我會去看 那些細節 有個幻子 有個幻子